九江峰起又到了大旦饰饼的季节 新竹县新埔加工产区 今年由于受到气候的影响 产量减少了三成 农会这个周末将举办饰饼节展示活动 有农产限量促销 还有饰Q饼的教学 下周末九江峰艺术节 则是有交响音乐会盛大演奏 一楼楼黄沉沉的柿子 摊在阳光下显得特别耀眼 看到这场景就知道 新埔市饼加工产区又到了 今年受气候落果及开花结果率不加影响 初期牛星市产量减少三成 售价跟着上涨 原产地 原产地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量 然后另外伴随着我们 十月份的时日跟十月份的比日 附近加工期会 产量应该会越来越多 那当然源自于这个产量 因为初期比较少 他们价格也比较贵 所以说整个的市饼会卖的比较贵一些 大概在二十到三十块之间 市饼年产值超过上亿 位在旱坑里的加工产区 牛星市利用热晒和九江风吹拂 加上古法碳烤独特风味 让新埔市饼年年热销 农会加强买气 这周末两天将在农业推广教育中心 举办市饼文化节 有农产限量促销 市Q饼教学 趣味竞赛 DIY擅子化等 今年特别加入音乐饗宴 要为产地增添人文气息 在我们古仓这边 做他们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政团的一个公演 到时候这个时间会落在 15号的两点半到四点半 那另外一个16号 这个在金安市饼这边 他们有一个五重奏 所谓在市饼之乡 在这样的一个市子产集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音乐欣赏 希望能为产地增添一些人文气息 九匠风艺术节 10月15号有交响音乐会 16号则有通关五重奏 在吴卓柳故居也有书法笔墨展 一连两个周末 能大成饰饼的香Q甜 也能敬赏音乐一文的陶冶